這個折線圖 等於是縱向一欄單一個一個一個 把它畫成兩個 兩個或者三個 當然我們先從兩個開始看 如果把它變成兩個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如果你假設要畫兩個 如果不會畫的話沒關係 你可以先畫美元一個 人民幣一個 所以我們的畫方法 其實就可以拿什麼 拿那個美元折線圖的部分 來做修改 OK 那把它修改一下 比如說你可以看到美元折線 這個是我們前面寫過的那個美元折線圖 OK 那如果要修改的話很簡單 你就是我就把它先 把這個改的方式這個 把這個拿掉一下 本來沒有沒有2 我把2拿掉 那寫的方法這個可以把它改一下 那所以呢如果假設 我要改改成那個 兩個 那你其實可以先怎麼樣 先拿原來的美元折線圖拿來做修改 那改的方式很簡單 那改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先把美元折線圖 這個SARB SARB 這個程式 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底下 記得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記得一定要把它改成2 美元折線圖2 好了 那這個2的效果 主要就是說我希望呢 不要橫向就是單一個藍 就是放一個 我要放兩個 所以我必須要把它的寬度縮小 所以其實美元折線圖2 跟原來的最大的差別 其實只要改動一個地方就可以 哪個地方呢 就是它的那個美元折線圖2 其實主要是改動它的寬度 那寬度我前面講過 寬度有哪個參數決定呢 其實就是什麼 這個是LAPS 是它的左邊那條線 TUB是上面那條線 那V10的話就寬度 因為10欄寬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給它一個 後面乘上10 那意思就是跟那個RANGE M1這個儲存格的寬度 它的10倍 所以我現在不要10倍 我要5的就好 一半 一半就5 OK 所以你把10改成5 OK 改完之後的話 那我把它稍微縮小 並且移動到這邊好了 那我再把它執行看看 是不是能夠達到我要的預期的效果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現在的圖 剛好就一半 有沒有 M1至1個欄 1 2 3 4 5 剛好5個 就符合我要的 所以第一個圖就畫出來了 所以顯然我們應該知道一個訊息 就是說只要寬度 把它改成本來乘上10 改成乘上5 其實就可以讓它的寬度減少了 好 但是第一個圖是這樣 可是第二個圖的話 第二個圖的規則 第二個圖 人民幣 人民幣本來應該是畫在那個下面 下面是長這樣 下面畫很長的 那如果假設我現在不要 我希望把它畫在哪裡呢 畫在美元折線圖2的右邊這邊的話 那要改哪些地方 那當然 第一個 你可能要注意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它的什麼 我們本來的這個叫Lapt Lapt 是左邊這一條線 Tub 是上面這一條線 那你會發現Lapt 這條線的位置 本來在M1儲存格的這個位置 左邊這邊 那必須要改成什麼呢 改成R1 所以 第一個 如果人民幣折線圖的話 顯然要改的可能會多一個 就是第一個 我先一樣把這個程式 把人民幣折線圖的這個Sub 的Antesub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這邊來 然後呢 把它的名稱改成人民幣折線2 那改的地方 特別注意 就是說你第一個當然 一定要改的就是它的Wis 寬度部分 把原來的10改成5 寬度不要那麼寬 本來是10 10欄寬 現在改成5欄寬 可是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它會有個問題 它放的位置 它會放在哪裡 放在M11的位置 變成說如果執行的話 它會放在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放在M11的這個位置 可是問題我不是 我是想要把它放在R1的位置 所以 當然你就不能夠直接放的位置 就要改 那改哪個地方 特別注意就是改 這個地方的那個 M11 這個地方要把它改 改成R1 有沒有 這邊一樣 TOP的部分一樣改成R1 也就是說 你的坐標位置 就要變成 把原來的M11改成R1 這樣的話就OK了 所以執行之後的話 我試一下 所以把這個刪掉 重新再執行一下 這個美元折線2 這個OK 那另外一邊 人民幣折線圖執行一下 有沒有 它就放在R1的LAT 跟TOP 然後寬度的話 一樣是5個 OK 所以兩個OK的 那再來的話 當然第三個 第三個的話 那當然就是歐元折線圖 歐元的話其實方式是一樣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把它放在這邊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再繼續往下改 不過因為有10個欄位 你總不可能寫10個SUG 所以你可能要想一個方法 就是說 怎麼樣再寫一個回圈 讓剛剛這個動作可以把它整個結合在一起 就可以一次的輸出了 那當然再分析一下 這個地方歐元要放在這邊 歐元顯然它這邊有幾個地方要改 第一個M M它是21 因為說下一列 那這個可能就要改成M11了 OK 這邊都要改M11 然後寬度的話 一樣改成5 有沒有 OK 把它執行 歐元就放在這邊 歐元的位置放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發現它好像有一些固定的規則 哪些固定規則呢 就是說 當它是左邊這邊的話 1跟2的話 H就是它的基數 1 這個是3 1,3,5,7,9 這個地方的話 它基本上就放在M 這個是M1 這個M11 這個M21 所以它會跳 1,3,5,7,9 分別放在1,11,21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 偶數部分的話 一定放在R R藍的地方 那一樣 這個地方第一次一定是放R1 然後下一個的話就是R R11 對不對 可是什麼時候換到下一列 你會發現 當第一次E不要換到下一列 因為下一個 第二它也要放在同樣的第一列的位置 所以當它是偶數的下一個的話 那記得要把它換到下一列 所以特別注意 當偶數的時候 你就讓它換到下面去 所以下面的話 變成1 就跳到第11 然後再跳到21 所以 慢慢的話 我們有抓出一個它的規則 再來的話 就是把那個規則把它寫出來 所以這個大概抓到要領之後的話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原來的美元的線圖 把它複製貼到底下 然後名稱加個2就對了 OK 那主要是把它的那個寬度改成5 OK 然後人民幣一樣把它貼過來改成5之外 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藍要把它改成R 所以一個M一個R 來試一下 畫面先畫給各位試試看